嗨,大家好,欢迎回到科技学堂Adeno轻松学的在线课程 这节课呢,我们将为大家讲解红外遥控的实现方法 套件红外遥控包含一个遥控器和一个接收器 遥控器上一共有21个按键 每个按键发出的信号都可以被接收器解码成对应的16进制数值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使用红外遥控和舵机制作一个遥控门锁 门锁用的是门栓结构,舵机控制栓的移动 当我们按下快退键,门栓插入锁孔门锁关闭,指示灯亮起 按下快进键,门锁打开,指示灯关闭 本节课需要一块Adeno Uno板,一块Io扩展板,一套红外遥控模块和一个舵机 将红外遥控接收模块连接至11号数字引角 将舵机连接至3号数字引角 LED灯连接至8号数字引角 那硬件的连接便完成了 本节课的程序呢,将使用函数模块来编写 首先是函数的声明和编写 添加一个函数,修改名称为Open 像其中添加数字输出模块,修改管脚号为8号,修改电瓶状态为低电瓶 添加舵机控制模块并修改管脚号为3号,修改角度为60度,修改延时时长为3毫秒 像其中增加一个延时模块并修改延时数值为100 复制Open模块并修改名称为Lock 用于控制门锁关闭 修改电瓶状态为高 修改角度为135度 接下来就进行主程序的编写 在通讯栏中找到红外接收管脚并修改管脚号为11 在有信号对应执行区域内添加如果执行模块 在如果后添加逻辑判断模块 在左侧添加红外信号数值变量IRITEM 在右侧添加数字模块 修改为16进制数0xfd609f 在执行区域添加Open函数 复制条件判断语句 拖拽至否则如果之后 修改16进制数为0xfd20df 在执行区域添加Lock函数 那程序就编写完成了 最后检查无误便可以上传了 这节课我们是为大家讲解了 红外遥控模块的应用 红外遥控器发出的红外信号 被接收器接收后转码为16进制数 也就是程序当中以0x开头的数字 添加这个前缀是为了与字符串进行区分 那程序的主体是一个选择分支语句 判断获取的红外信号是否与预设的数值相等 如果相等则执行对应的函数 控制门锁的开与关 而函数的应用简化了程序主体 让程序逻辑清晰易读 那最后呢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随机数 及红外遥控的知识 可以阅读视频下方的文本内容 阿堆诺轻松学入门课程呢 下周就要结束了 想要获得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颁发的 结业证书以及讲学金的同学们 一定要记得按时提交作业哦 好了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到科技学堂的学堂社区参与讨论 拜拜